很多人早餐会吃白馒头,但是吃多了总会觉得腻。所以不妨试试这个新吃法吧。只需五分钟,香喷喷的馒头片就做好了。既能解决剩馒头的库存问题,又能解决快速做早餐,节省时间的问题。 切好的馒头片放到锅里煎至焦黄。每一片都搭配一个鸡蛋黄。酥脆可口,营养丰富,给你元气满满的一天。所有食材准备好待备用。馒头切成片,不用太薄,在馒头的中央盖出小圆形。热油起锅调制小火。放入馒头片,浇开鸡蛋,过滤出蛋清。把蛋黄放入到馒头中央。 小火盖上锅盖焦煮。淡黄焦制五成熟。涂上豆瓣酱撒上葱花即可。